故意你节制这个节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查了古汉语词典 这个词典是古汉语词典 不是现代汉语词典 他说什么呢 这个节呀 有几个意思 调和 适和 然后呢 还有法度和尺度分寸的意思 这能理解吧 还有限度吧 这个节 有 但是我没往这里写 查另外一本书 说文节字 说这个节是什么意思 竹约 蒙了吧 约 是什么意思 是禅数的意思 竹约是什么意思 竹子 竹节那个地方 是不是微微往外凸起来一点 你是不是感觉那个地方 好像套了一个皮套一样 这个东西就叫做竹约 古之后没有皮套 他就感觉那个地方 好像是拿绳子 缠起来一样 被塑在那 缠起来一样 被塑起来了 然后呢 被缠住了 所以他怎么样 他好像要有种被限制的感觉 一会儿捕来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把它限制住了嘛 把它缠到那里 所以你看节约的约 为什么这边有脚丝旁 丝线把你缠起来 把你的手插一下 你看这个节啊 为什么有节约的意思 限制你忙 别太浪费了 控制点 说你是要节制 也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还有节日的意思呢 过了这一点 你看那竹子往上往上往上走 遇到一个节 过了这节只要过去 又是跟竹子其他的地方一样了 是吧 再往上走 又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过去之后 又重新开始下一节 能明白吗 这个节制是 当然是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的 所以在 你看啊 那在这里面 不以理节制 你觉得应该有哪种意思呢 就是在该礼貌的时候 在节日的时候不该不礼貌 在节日的时候不礼貌 好 我们去看看那个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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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去看看那个箱子